因为我老婆太不幸了 从小的时候 她妈妈就得了乳腺癌 嫁给我之前嘛 我爱人就跟我说 你不要娶我 你看我们这个家 我还有一个上学的弟弟 我会拖着你的 我就说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不管我穷也好 我富也好 我只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平平安安的 过日子 到了后来呢 天天老爹也 在折磨我老婆 又要得了这种病 一夜之间 当一切都无是人非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确实是难以接受 毕竟我们还没有到茂蝶这边 真正的历经了岁月的穿梭 但是朱祁超做的不错 他还一直坚持着 为他鼓个掌声 好 胡娟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告白之门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 如果胡娟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我会继续找 一直找到他为止 那孩子怎么办 孩子暂时想要我妈妈带着 如果妻子今天来了 却质疑要跟你离婚 你离吗 我不离 如果他今天来的话 就算我们没吃的没喝的 我也不会让他再离开我 死我都不会让他再从我身边走 我最后还要问你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 如果胡娟在离开你的这段日子里 他又选择了离开这个人世 他真的不在了 你如何继续 如果他真的不在的话 我也不想活了 如果我们寻亲的结果 最终都是亲人寻不到 我们也不活了 那寻找亲人的这个意义在哪 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不要自暴自息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你现在这个干啥呀 我没有没有做价目的人是你在这干嘛 好啊 我没有做价目的人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做价目的人是在改变的 我没有做价目的人是在那里 我们又不会放价目的人是在这地方